原來要籌那個錢 我去試藥 你去床然後試新藥是不是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有 就是人體試藥 你就去吃他們的藥 要給你吃 那你試的是什麼藥 我試的是高血壓的藥 還好啊 你原本有高血壓 什麼高血壓還好一些 因為他有喝很多種藥 他還有減肥的 有高血壓 其實我有試過減肥跟高血壓 所以萬一有什麼副作用的話 他也不負責 他會親切結束 然後要親切 對 問你他死的話他也不管 不管 因為他們是沒有關係 對 所以你們六十 但我爸不知道 我看來可能會被崩潰 在演藝圈裡面呢 非常的多的人 但是不管是你在怎麼努力 或是因為有機會 這兩個都不一定可能同時降臨 所以你一定有屬於自己的黑暗時期 我也有黑暗過 不可能 你說到就很炸烈 我們唱片出到第二張之後 就第一張是佔領年輕 第二張是十分種戀愛 對 就爆紅嘛 對 然後第三張都立刻不賣了 有嗎 有嗎 妳那時候說過 就是妳很擔心 切上會會不會沒人 後來就真的變成 真的沒人 人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後來唱片公司 就不幫我們發唱片 然後我們想說 那就改行去賣衣服 所以有一段時期是真的 對 黑暗條件 我是客人 對 我知道 妳是那個顛覆歌那個時候對不對 開始 對 然後那時候妳在頂好名店 然後開 而且很小的店舖 然後妳大姐有時候 然後她就幫妳們幫忙 那吼死不死 真的 我轉行賣衣服和小手勢之後 那整棟樓又被我們帶忘了 本來現在是鬼城 妳說頂好名店城 是被你們帶忘的 本來頂好我們去租的時候 一次一個月大概才三到五千塊 對 然後真的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而且他們很邊邊角角 因為旁邊還有另外一個藝人的店 對 然後後來我們開了之後 就有人請新聞台來拍什麼的 結果後來 到我們那個店裡面 要那種繞圈圈排隊耶 對 你們是朝電啊 整棟樓就變成 就是貨草起來了 直接翻紅 那就不是很暗期了 是因為租金又太貴 然後我們在處食界又開始 紅起來 對 他們在那邊 很焦 妳看嗎 剛剛在那邊 因為我們叫做人又開始 紅起來 我們在那邊擺翻牌的時候 你們又整個串紅 然後那時候你跟妳姐 每天扮演不同的角色 然後你們就開創了很多的模仿火 所以我就想說努力啊 或是什麼東西 這真的很難講耶 很難講 你在演藝圈如何闖出頭 我覺得就是 不斷地努力 我發現呢 只要妳把就是妳的實力 就是累積好 妳就不會怕那個機會 妳會流失的 你怎麼會講一個 這麼廢話的廢話 我講真的 因為我跟你講 我身邊 因為身邊 我們就聽到那些大明星說 隨時做好準備 不要讓機會來的時候 妳是又沒有準備好的人 然後就流失了 這不就是廢話嗎 沒有 因為大學生了沒 我們以前都是大學生的 妳要說你任何時間都是準備好嗎 沒錯 就是當我覺得我們 你願意可來一個單口相聲 Kick 我不會啦 我不會啦 Kick 很好笑耶 沒有 我們準備一個單口相聲 我們要從小女生 妳會丟到我 怎麼用 怎麼用那麼沒辦法 隨時都準備對不對 什麼呢 那你請殺蛇 殺蛇 對啊 印象的殺蛇 所以只要是大學生 我們不會那個 就被捉住了 拆 無尊我隨便 如果是丟到你身上 你會嗎 殺蛇 你現在怎麼 無尊你會嗎 殺蛇 你不要給他 來 來 好 古早人看你黑一個 我為什麼看你白一個 好 你看 東山這邊還有台灣出大大 台灣五島的 我請不要飯吃 爸爸還要帶我 早人兩隻拆 拿去 加水會來燒 好 加… 好 福利口也加你 你會不會輕鬆 會的案子 客家罐 我不會 換派水課了 剛剛那個已經很厲害了 很厲害了 很厲害了 如果我隨便亂講 有人會被捷運站嗎 那快點啊 快點會啊 你不會嗎 我只會北投新北投 就這樣 這一條戲 好厲害 會做 這個還需要配啊 不出戰 對 但是剛剛殺蛇那一段 你已經是你 很厲害了 厲害了 因為每天都聽 每天都聽逸祥在講 因為每次錄影都會遇到 我聽他講了 可不可以一百次 大概也會了 所以因為今天呢 我們請到五位藝人 為什麼他們坐在小板子上面 小凳子 小紅凳子 凳子上面 是因為他們有很多 不為人知的心酸的故事 真的 然後等一下你們要講的 夠心酸 你們就有機會 坐到對面 因為我們也有跟著 因為你顏色的高級沙發 是 你們在顏色的 多不明顯 多不明顯 大還明顯 我覺得故事先不用講 我覺得李唯豐 你就先去做吧 OK 因為必須說 李唯豐 李唯豐 豐哥 我們什麼先都不要說 我們先take一下這張貼紙 你不要弄錯我們 我不行 你也可以就take 你也可以不要take 因為自從是這樣 我自從成為算是 鼻涕王 沒有 走到哪裡 我都可以聽得到 所有人在竊竊私語 你現在走在路上 是有人會注意你 有 而且怎麼樣 他會 很善笑 很善笑 他有經過說 你看 你知道他會講出 李唯豐三個字嗎 會 他真的是在我們節目 討論度很高 我跟你講 你以後上我們節目 不需要講一個回覆 是 不錯 OK 謝謝 李唯豐 謝謝 謝謝 李唯豐 謝謝 請持續感冒 謝謝 請持續感冒 我說到最棒的 不是 我說到最糟糕的祝福 是因為有人跟我說 晚日康復 我現在說實話 為了鼻涕哥這件事情 我現在譬如說 只要我感覺稍微有點熱 我就會脫上癮 對 我就在外面 還沒有的時候 硬是不穿外套 最近病毒很多 沒錯 有有有 你趕快到外面去走一走 朋友他有梅漿菌感染的 我都會約他來打麻將 對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對 請坐 男生巔峰 旁邊有很緊實 可以自己享用 沒想到自己的鼻涕 你們就慢慢聊 我先 對 就不用幫我了 你需要或許就離開 對 你需要或許就離開 我需要來一點齊惠姐的牛肉 或是有一點點紅酒也可 牛肉 還要齊惠姐做的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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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喜歡 OK 好 我還在吃耶 我不懂耶 真的 只有 你有 你也有人敢欺負你嗎 還是會有的 而且他們會用在無形當中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 有被分到一個 第二女主角的角色喔 那我 因為我剛開始已經 演過一陣子臨時演員了 那我就認真演啊演 當然剛開始也沒有演很好 所以會NG嘛 然後那時候都是單機拍 所以單機是很辛苦的 你知道嗎 對 你NG壓力大到爆對不對 對 而且全部人都看你 以前是 以前是 那時候 也沒那麼老 那是我 老公 我沒有 好 那時候呢 我們就覺得說 單機可以練演技 那我們就拍啊拍 就是浪啊 鏡頭這樣子拍 可是拍到後來 我就發現我的鏡頭 越來越少 那有一些 我是第二女主角喔 然後我的角色 比如說 這一場大家族吵架的戲 然後我們 導演就用浪鏡 拍完就 好 她就不補鏡頭了 那妳說應該這樣偷鞋嗎 對 通常是不是浪完之後 我要罵人 妳是不是要補一下 對 女二耶 對 是不是很正常 沒有 就好幾次就是浪鏡 發生什麼事 對 那我就想 怎麼會這樣 那我就一直告訴自己 可能我演得太差了 可能我的不好 但是你總要給我機會改進嘛 但我後來才發現 不是這樣子的 我想太多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 出外景的時候 我永遠都是 比如說人家十二點到 我永遠都是發一點半 那個時候才到 然後我就是來 來了我就趕快拍 拍完就叫我走 我後來才發現 女主角跟導演 很曖昧地搞在一起了 好可愛 然後女主角 就有無盡的優勢 然後她又 本來有一組助理 她現在就變兩組助理 然後我到 有時候十二點的班 發我一點到 然後其實十二點半 我一點到 應該中午會有一點便當 那我的便當也不給你吃 她就說 因為你們比較 一點多來那個便當 對 就沒有 我今天助理多來了一個 就是她吃掉了 對 有沒有要幫你買什麼 妳是女二耶 我覺得我怎麼可能叫她買什麼 可是你怎麼發現 你女衣跟導演搞在一起 拍到中午中間吃飯的時候 比如說六點放飯 那導演跟女衣就不見了 然後一直到七點 我們都一直在等 怎麼人都不見了 那導演沒來我們也不能拍啊 是 對不對 尤其在外面 而且我們那時候一拉 都拉到南部去拍一個月 兩個月的這一種 那你就會發現 等到他們八點多來 兩個剃個牙 然後就說開始拍了 然後又開始拍 然後忽然晚上 就又不見了這樣 就常常找不到人 其實很容易看到 妳一天可以兩次 我不知道 吃兩次飯啊 對 中山跟晚上 我想吃便當嘛 其實我那時候傻傻的 因為我那時候我才二十歲 我也不是很理解這個 那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爸爸有載我去嘛 後來我是回台北 我後來才恍然大悟 那時候已經快拍完了喔 我就什麼都不懂 因為我就覺得說 好像聽說會這樣 好像也沒那麼嚴重 可能我誤會 搞不好人家去研究劇本 是我們不認真 沒有去跟他研究 都是研究劇本的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認真 去研究劇本 所以我演得不好嘛 我們要自我檢討啊 結果後來是 回台北的時候 我就被叫去吃飯 導演的老婆找我們吃飯 然後這樣就問了我爸 導演有老婆 導演有老婆 有導演有老婆 小孩很大 然後他就說 那個妳有沒有發現 你們出去拍戲的時候 導演有什麼奇怪的舉動 或幹嘛 跟誰比較好嗎 我就不敢講什麼 那我爸其實他們老江湖了 他們知道什麼該講 什麼不該講 那我爸就很迂迴的講完 我後來 就變我們那種小孩 就沉不住氣 我就開始 後面的角色的時候 我就特別觀察 我就真的就有發現 他們的眼神就很曖昧 然後到後來其實有一點 一發不可生死 對 他不只一 要兩 沒有 對 好強 看狀況還是 所以後來是搞到多嚴重 搞到那個老婆 他跟他導演那部戲之後 好像 第二部戲我就聽說 他迷魂了 然後就有財務的問題 對 但這個女主角 後來也沒跟導演在一起 可是這個女主角後來 還是持續紅嗎 對 就一直紅下去了 是 到現在還紅 現在沒了啦 因為還是有年紀了嘛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那那個時期 當然紅很久 有一段時間 所以你今天這個故事 並沒有講到你的心酸處 所以沒有黑暗 你只是在講別人的壞話而已 沒有 沒錯 他是不是在去發掛啊 他今天坐那個位置 是導演的老婆 對 我們都坐在那裡 我們都坐在那裡 幫你 幫你我沒有拿出來 因為你有什麼 有啊 S姐 你沒有講到啊 不是 你知道我要努力了半天 我認真做 沒有被選到啊 對 導演不選他啊 而且我再怎麼做 我那部戲也不會紅啊 怎樣都沒有 對 你在演哭 也不會有人拍到我的眼淚啊 對 人家在那裡 至少你輕鬆啊 你就少演了很多那種 要拉很拉近的 我就已經很小咖 不會紅了 我還不覺得我鏡頭 他就是想演出劇本啊 可是這個不算心酸好不好 那你 就很努力也不會被看到 怎麼叫心酸 所以你講一個 我目前我覺得 我算是幸運 就是大家都滿 我覺得你是靠心機 心機嗎 沒有 跟經紀元一大也差 沒有 裝飾也太差 你沒這樣 什麼撥水什麼的 對 還衣服 經紀元就會出來這樣 不行 沒有 然後我們一過去他就說 可以 這不可以 還是姐記得耶 會不會 還是姐記得耶 沒有 沒有 我是真的有誠懇 不是 他剛剛就已經上演了一個 心機超重的戲 對 因為我剛剛一進攝影棚 我就跟他說 哈囉哈囉 然後每個人都說 嗨 然後他就完全無視於我 沒有 來了 無極尊 等到我坐定以後 就是大家的目光都知道說 我們已經要準備開始錄影了 他就這樣說 欸姐 我說怎麼樣 他說 妳好 妳看 他這什麼 沒有 沒有 不然你覺得他怎麼可能 爬到阿喜 不會 沒有 他那些人生都是很高 心機 超滿心機 對啊 是因為剛剛S姐進來的時候 所以你真正剛剛那個 之前也說的女衣 所以說過程 沒有 而且 我有時候會辦女生沒錯 中間一屆女衣 真真 有時候也會啊 S姐 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你知道他不是有真真女妝 跟那個男妝無尊嗎 他 他還分兩個價碼 沒有到那麼高啦 就多一點點 那個是梳化費 因為有時候發妝髮 發梳化 女妝 自己都發妝髮 對啊 會自己發妝髮 對啊 會有 所以因為女生的那個 妝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演藝圈沒有心酸過啊 對啊 有 我有心酸過 但是 那一段心酸 我覺得 其實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剛出社會 其實不只演藝圈 是因為剛出社會 所以不太懂得 帶人處事這件事情 然後人家在暗示你 明示你這件事情 其實你只想到 好好的表現自己 你卻沒有注意到 周遭環境給你的暗示 是說大頭症是不是 也不是耶 就是 我在那間 因為我有特定 我有妥瑞斯症 所以我妥瑞斯症 裡面有一環叫 特定社交恐懼症 就是只要是職位 比我高的人 我都不太敢跟他們互動 哪有 所以我會很Q的 你現在挺好的啊 對啊 可是你剛剛 就是有需要經驗慢慢的去 你剛還沒跟姿佑姐打招呼了 姿佑姐好 你不要這樣子 他剛剛已經一直在抖臉了 對 而且他剛剛我在化妝間 看那個 那個現場的螢幕 他二話不說就是跟B 不是 是你不要臉 他就是這樣 就是 對 不是 你好像要罵他 結果還是是他 不可能 太可憐了 沒有 太可憐了 沒事 我沒事 我不會你啦 對不起 我問我 你可以講一下你的黑暗史 你接著說 那個時候我就 進入到一個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是 Live節目他每天都有 但是那個節目其實對我非常好 他也給了我很多機會 那那時候製作人跟我說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沒有發你 你還是可以每天來看錄影 他說就是你可以來看 而且盡量要在 Re稿的時候就要來 你才可以知道說 大哥為什麼會改這個腳本 大哥為什麼要修這個本 為什麼邏輯是這樣要改 然後上場的時候 為什麼要這樣丟接 在廣告卡機的時候 他們會說 剛剛為什麼要這樣討論 可以知道說 球要怎麼做 這樣對你很好啊 對 其實對我都非常好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表現不錯 但是後來有一次就是 臨時感的腳本 那對於二十歲的新人 其實我沒有辦法去 Hold住那整個場 因為還有Live節目 所以基本上 我就是吃螺絲 各方面所有出球 忘詞全部都發生 那一次之後 我的自信心就一路往下跌 然後每次都表現不好 可能穿鏡頭啊什麼 那因為是Live的 又不能剪 但是我還是 就後來他們發我就越來越少 可是我還是每天去看 然後都沒有發我 可是我就是每天去看 六點就到了 我永遠都是第一個到的 比工作人員還早 然後第三個月的時候 就有個工作人員跟我說 無尊你不要再來看 因為你再怎麼看 我們都不會用你 直接講出來這話嗎 直接明講耶 他說 對 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PTT 他說PTT 所有在播出之後都在罵你 我們為什麼對 我說我們為什麼 要用一個每天被罵的人 他說今天 比起來你就是後補 今天這個角色我們會發誰 這誰不行我們才會再發誰 這誰不行我們才會考慮 要不要用 很現實啊 可是連看都不能看喔 對 然後他就轉身就走 轉身就走 我就 好 謝謝 摩摩摩 你看的時候 會吃現場的便當嗎 會 然後我就說 好 謝謝摩摩摩 摩摩哥 摩摩姐 然後講的時候 你去是不是你也不是真的在看 你只是想要拿便當吃免費的 也 對 那個節目的便當都 還有舉牌 舉牌 舉牌很漂亮的 對 可是不是這個問題 就是我後來他講完之後 我就謝謝 然後眼淚就 就流下來 在他面前嗎 他沒有 他是講完之後 他也不給我任何回應 他講完之後 所以不要再來看了 馬上他就轉身了 所以 這會哭耶 直接就是 以來流下來 因為我覺得我很努力很認真 我想要被大家給看到 後來我就去廁所 把眼淚擦一擦 然後整理好情緒之後 還去看 對 所以那時候是我的問題 是我自己不太懂得 你會不會比別人太甚 你是變得沒吃完嗎 沒有 我已經吃完了 才繼續看 還想著再吃第二個 是不是 我會好奇是 現場那些大哥 如果看到你是每天在那邊的 他不會跟你講講話嗎 會啊 我說無尊 然後就 對 好 還要無尊 好 會 就是他們都會給我鼓勵或關心 或是 小月姐嗎 那你怎麼會猜 我以前真的是很爛 就是 因為對於新人的能力 我其實沒有這麼會記台詞 我記得那時候有一句台詞 它只有一句 可能可能就是文言文 一句可能差不多十個字左右 可是我卻永遠背不起來 但是後來那個節目 因為它有一年一度的運動會 然後那時候想說 運動會太好 有機會參加了 後來在運動會前兩年 他就製作單位 就打給我說 那個無尊 你下午再來就好 你參加水上的活動 我說水上的活動 可是那比賽 不是要從第一關 開始累積兩邊的分數 我說可是我只參加下午的 那是 我要前面的分數怎麼算 他說 你就負責水上 你就當救生員 站在旁邊 天啊 然後去 大家如果有可能 有人溺水或什麼 你就下去扶一下 救一下 這腳是很重要啊 對 那算讓你也有機會 然後後來我想說 那既然我都要去了 那我就早上五六點 我就在精心集合 我想說就在那邊等他了 又去 你幹嘛一直這樣 別人太陷了啦 因為你拿早餐啊 沒有 我就想說 就是跟大家一起去 然後我問你 美美美好吃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早上去那邊 然後跟大家一起聊天 然後可以一起過去 然後看大家玩 然後下午再準備 後來就有個製作單位的人 就說 你為什麼那麼早來 我說我想要跟大家在一起 他說 他說 你先回去吧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不然到時候 可能大哥們看到你 可是卻又沒有在節目上看到你 他們也會覺得很尷尬 他會覺得奇怪 他說你先回去 你在大哥們來之前先回去 不要讓大哥看到你已經來了 所以早上六點 我又默默又坐捷運 回家等到下午再過 這不新鮮啊 這是你自己硬要去的 對 就是那段時間其實 你都有點太早去 他自己傳人驚了 對 所以我就想說我帶 因為其實剛出社會 所以對於帶人處事 或是對於社會的觀察 跟敏感度沒那麼高 會是真的辛酸 我初到二十三年 我都不想講話了 那就不要講話 對 對 這是你 是你今天先穿我的 先穿我的 謝謝 謝謝 不想講我們也不勉強了吧 好 說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 剛好Fall in Love解散之後 然後我就就是回歸到 學生的生活 那那時候剛好有一間遊戲公司 那那間遊戲公司 他的老闆是一個韓國人 然後那時候剛好他們也看中我 所以他們把我就是 請到公司要培訓我 然後一開始我還不覺得 哪裡有奇怪的地方 那那時候去了公司 然後也是有一個製作人 他會彈鋼琴 那那個製作人長得很 就是是長頭髮的 那一直叫我 就是譬如說每個禮拜 不是 每個禮拜 因為每個禮拜都要進去 他們的公司去練唱 然後譬如說練一些老歌 什麼的 那我就覺得反正就是 不練流行歌沒關係 我都練老歌 然後那時候剛好去了他們公司 大概一個多月 那那個時候製作人 就突然跟我說 奇怪 我跟妳說 有一個王子 黑人王子 但我有點忘記是哪一國 妳是說他的身分真的是王子 對 他說有一個王子 要來台灣 然後因為那間遊戲公司的老闆 要聘請那個王子 你確定王子還是去我 不是 是個王子 應該是真的王子 妳是說像石油王子那種 類似這樣 中東洞 那一家 有一陣什麼文來王子什麼 無尊 不是嗎 所以妳沒有關係 因為那一間 那一間的 真的 那一間的遊戲公司老闆 他認識了很多人 對 真的 然後那時候就說 那可能需要 就是老闆邀請我 跟那個王子一起出遊 然後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是去史定 那製作人在前面開車 王子坐這邊 那王子長什麼樣子 我有點忘記是黑人的 不帥 但就是一般黑人的那個樣子 黑人的王子 然後穿西裝 非洲的 確認穿西裝 對 黑包 然後他就是我跟老闆 就坐後面 然後就開始開車上山 然後突然那個老闆 他的手 就直接 摸住我的大腿 老闆還是王子 老闆 摸住我的大腿 然後因為我想說 怎麼會 因為我那時候 年紀還滿小的 然後我想說完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摸 然後摸了之後呢 我的手在這邊 然後他就 跟我實質直接進口 直接實質進口 對 但我那時候 當下我是整個傻眼 但是我沒有去做一個抽調的動作 可是你不是 他不是應該把你送去 跟王子玩嗎 沒有 他就是王子坐前面 老闆跟我坐後面 沒有 他想跟他玩 對 老闆跟我坐後面 然後那時候 你是靈眼是不是 我不確定是不是靈眼 但我也不想要去 預設立場說 他是靈眼或是幹嘛 但我那時候的確 就是被老闆 就是吃了豆腐 然後一直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之後就沒有怎麼樣 我只是覺得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過沒多久呢 老闆就把我爸媽 叫到公司來 然後呢 就叫到我們公司的會議室 然後要 他請我爸媽拿出五十萬的錢 投資這間遊戲公司的股票 但是因為 我們家是完全沒有 就是我們家不是喝啞郎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家 根本叫我爸媽拿五十萬出來 根本沒有辦法 對啊 他要 他要我們公 我們家投資五十萬 買這間公司的股票 他會不會覺得他沒拒絕 覺得他可能跟他有意思 對 因為我那時候也沒有太 所以他會不會覺得是這樣子 他可能在找啊 這還是很屈折離奇 然後之後我跟我爸媽討論之後 我們家實在沒有這筆錢拿出來 那我之後就決定就是 就不要跟這間公司合作了 所以還好他只有到那個 這樣牽手 對 到這邊 但如果我相信他在下一步 我應該也會做反擊 只是當下我就覺得 因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是直接是傻住的 就還是很噁啊 對 就是你那個阿伯 然後呢 很巧的是 我之後跟我老公在一起 我跟我老公講這個事情 然後他朋友也跟我 他圈那個王子嗎 不是 他還突破黑對不對 那個王子的一念 對 一念一種 他朋友也跟我遇到同樣事情 圓房還是繞回來 同一間公司 遇到一樣的事 什麼 對 你說他也被握手 他也被握手 你是個王子 你老公的朋友 女生朋友 女生朋友 也是實質 也是實質請扣 對 其實我真心講 這演藝圈其實不會很特別 其實我們以前在演戲 就有一些 所以是同一個公司 他就是會慣性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試 試很多 試到會議的 總會有成功 可是他只到牽手 然後之後再來找你投資 所以他在試他的 是感覺 你知道我那時候在拍戲 我們那時候就會 有晚上帶去吃飯的 我就是那種傻傻的 因為我爸是演一些 我相信他們不至於找我去吃飯 你知道嗎 我就不是那個咖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不愛玩 但是他們就覺得 反正都是同一部戲 所以就這麼多演員 你們就一起去 總會有人要嘛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晚上就不好約 因為我們就不出來了 所以他們都 比如說 因為叫你三點來拍戲 那你三點 你是不是一點都要來化妝 那中午 那中午就一起來吃飯 吃完飯 我們就一起進攝影棚 然後吃飯就在 電視台的附近 就會有一個餐廳 然後製作人就有一個會所 在那邊 然後就去他會所吃飯 以前都會有廣告廣告商 對 然後我們就吃飯 幫製作人跟廣告商打個招 我覺得這合理 這沒有什麼 然後我們就走了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 我那時候就有一個 另外一個 跟我差不多同期出來的 他就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他很容易當第二女主角 他去的時候 就是當那一個單元的 第一女主角了 我們就是一集戲 但是他裡面有很多小單元 然後他就是空降來當 他是完全沒有紅的 也不有名的 但他就可以當第一女主角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可以 那我就想 可能他家裡背後是誰 可是我後來就有發現 每次吃飯他就出現 那我告訴你 那五集戲演完了 他也沒有在演藝圈了 那我跟你講 沒多久 我們整部戲 半年後那部戲 沙青我們吃沙青酒的時候 他就開了一台賓士來了 對 因為他就 跟了一個好的廠商 然後他就嫁給他了 那個姿佑姐講的 這個其實滿多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有認識 很多 我們一起拍戲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今天這集不是要講 自己新生的故事 我們都在家裡 我們都在家裡 我覺得你們奇怪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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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直在脾心說 我們多麼的清高 然後別人就是跟人家上床 才會得到戲碼 不是 你們這樣講 我要講的 我還有一個 那個時候剛出道 然後當然 我的外型什麼 真的很不像藝人 然後那個時候 我是上通告節目 然後遇到比較資深的一個 大哥級的男藝人 然後後來他還跟我講說 別賣啊 我就想說 好 因為我以前 當作工作人員 我就幫他別賣別好 然後我就在他旁邊 他說 你在我旁邊幹嘛 居然大字報啊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 我是藝人 你是藝人 現在演藝圈門檻這麼低 我說不好意思 對 然後後來就是他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就覺得很 還是有點受傷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到現在 這個我沒有講過 可是我覺得內心非常受傷 現在這個故事就要講了 對 因為這個故事的 這個製作人他是從小 就看著我長大的 然後我進演藝圈 我也一直覺得他對我很好 然後他那時候發我 發我一個通告 那個通告就是 一群藝人都坐在這邊 然後看很多的表演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 已經算是蠻固定班底了 然後前一天 因為我還在南部出外景 我為了這個通告趕回來 然後趕到 那個時候大概到造橋吧 我還記得造橋 然後突然他打電話 就是跟經紀人說 通告包 就是他就說 那個田田明天不用來了這樣子 我經紀人就會說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覺得 因為新的通告都不太會撒謊 老鳥才會講說 因為我們下個禮拜他會錄 可是明天就有錄 然後他就會說 因為有一個某某大姐 他在走宣傳 然後他拿宣傳費比較便宜 然後這個製作人覺得 所以把你換掉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他跟我這麼好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還有故意 就是打電話給那個製作人 我就問他說 什麼什麼歌 你怎麼會把我換掉 然後走 把你換掉 真的假的 怎麼會這樣 我去了解一下狀況 可是從頭到尾 就是他把我換掉 然後他 就是他讓那個 就是女歌手宣傳 然後把我犧牲掉 可是那女歌手真的很紅嗎 是誰 大家都認識 然後而且重點是 因為如果他真的很紅 因為在跑宣傳 然後又可以拿很少的酬勞 那真的是很難過 可是因為他講的話 我還滿難過 因為他那個通告有說 製作人有說 畢竟他 紅他 他畢竟比他紅他那麼多 笨蛋 笨蛋一定都要選他 就是要把小天天退掉 什麼 就是這種話我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會覺得 我們很好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然後那次我就滿受傷 菊姐我想要分享一個 賠稅 對的故事 謝謝 來一筆 來了 我剛剛 他每次都講話 他每次都講話 他一講就是要 想做殺生 你才是女一號 我剛剛聽他們講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以前那個 真的很 你真的睡了嗎 那個故事是這樣子 就是以前都會有經紀人 帶我們去就是主持 可能台南 高雄 然後到中南部去做主持的活動 然後他都會跟我約好說 那我們隔天的活動 可能早上十點 就要先彩排 那我們今天晚上 就先直接下去住旅館這樣子 然後他就帶著我 我想說 這個經紀人怎麼那麼盡責 然後前一個晚上就帶著我去 然後他到了Check in的時候 就是 然後那時候想說 這個人怎麼這麼好 就是讓我一個人睡 他自己要去外面住 那種可能比較便宜 青年旅館這樣 結果他就跟著我一起 去到房間之後 然後我想說 那差不多我要休息了 然後他的包包也放下來了 然後而且是一個大雙人床 然後我就說 那 我就有點這樣 然後他就說 因為就是我們兩個 我就想說訂不到房間了 那我們兩個就一起睡這一間 然後是一個男生 然後有老婆 有小孩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妳怎麼逃跑的 我那時候真的很慌張 因為我想說這個怎麼辦 因為我那時候年紀也很小 大概二十四 二十五歲 我想說真的要睡下去嗎 我想說這個薪水也沒多少吧 也沒有到很好 因為怎麼逃跑很難 很恐怕 對 我那時候是先 我那時候也不敢去洗澡 我就先坐在床邊 然後假裝跟她聊天 然後我就一邊就是跟我姐妹聊天 說怎麼辦 有遇到這個狀況 她說我現在假裝打電話給妳聊天 妳等一下我幫妳訂好一間旅館 妳就假裝妳要來我家找我聊天 然後那個我就假裝打電話給她 然後我就跟她演了一齣戲 我說真的假的 妳跟妳男朋友吵架喔 好了 那我現在去陪妳 然後我就用這個方式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姐妹 她遇到一點狀況 我去陪她 我可能早上回來跟你會合 我一定不會遲到 我去陪我姐妹睡覺 她現在一個人 她很想 她可能有點想不開 她有試圖要阻止妳嗎 沒有 因為她聽到是 那個女生想不開 妳一定要把她狀況形容得很嚴重 她才會 她有說 那要不要需要她陪著我 一起去找我姐妹 我說沒關係 她現在一個人 她很需要我陪她 多聊聊心事 那我說妳好好休息 妳明天還要 就陪我一整天工作 所以那一次之後 她就沒有再發過我工作了 唉唷 對 妳就這樣 那妳有經驗嗎 我想到妳有聽過 妳有聽過那個經驗有得 我後來就把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這個圈子很小 我有就是傳出去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太震驚了 妳竟然用這個方式想要騙我 跟你睡同一 上床 對 我真的嚇到 後來我真的聽到 至少兩個女生有 什麼意思 就是有就範 她就是成功過兩次 所以她把這個經驗 想要用在我身上 然後是有一些人是願意的 對 真的 妳會幫妳走開啦 對啊 換一下位置 她那個是會出事的耶 我發現耶 妳搞錯了 我還要回來 不是 而且我有問題 那妳 我的椅子被人家收走了 妳扣到那邊 我扣到那邊 扣到那邊 那邊是不是 對 我扣到那邊 你有沒有睡 好 如果快點 看著你 你這鼻子就可以再去 因為這個你萬一沒有那麼透明 沒有阻力好 對 很恐怖 而且我們以前常常都是 譬如說她在工作 因為其實以前 我就有感覺到她不對勁 她工作的時候 她都會這樣子 然後累了 然後這樣 累了 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因為我覺得女生是最怕 被這種 對 而且還是很累的 而且妳當下 妳可能為了保住這些 日後的工作機會 其實妳是悶不吭聲的 過嗎 我之前就只有遇過 就是還不是藝人的時候 就是會去上節目 然後上節目 就是開始化妝師 化妝師跟那個 就是髮型師 就幫妳用頭髮 然後如果就是有藝人來 她就說 妳先起來讓藝人用這樣子 對 這很長 這很長 但是她 但是就是可能時間 都來不及的時候 妳也只能就是在旁邊等 然後就是到 對 然後就是到 就算時間快來不及 妳也就是要趕快 就是自己 妳就自己開始弄了 對 但是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很正常 因為譬如說 不好意思 妳先起來一下 然後但是因為有些化妝師 覺得說 妳先起來一下 就是她會覺得 對 然後妳那時候 就只會覺得說 天啊 就是 我們也是人啊 就是為什麼要差那麼多 但就是過程 但演藝人真的 對 就是這種 我覺得我一個也蠻慘的 因為以前我也是什麼都做 然後那時候 我們去接類戲劇的靈演 就是像藍色水靈籠 或蜘蛛網靈演 那個一場 就是不管多久 反正妳就是一天五百塊 然後那時候呢 因為我是彰化人 剛剛他們拍攝取景 是在彰化 然後那時候 我們是要去 因為那個 那每一次不是就是 都會有一個懸案 然後要演浮屍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要去演屍體 然後去大肚溪 那時候就是很晚 很晚凌晨 然後到那邊演屍體 然後呢 本來就是這樣子躺在 就是飄在水裡 就是演死人這樣子 下一場戲 然後他們還是叫我演 然後卻沒有給我多元錢 他就說妳就面朝下就好 因為肚子把他就會 就脹起來 然後後來就是整個臉 整個泡在水裡面 然後就這樣子差點 就是差點淹死在那個溪裡面 然後可是沒辦法 妳就為了那個五百塊 給演做機會 但也看不到臉啊 然後再來我覺得有一個 我覺得是我人生滿慘的 是上中情 田徑你有沒有覺得很無力 就是你亂講這種故事 我們都不會說好可憐的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是絕對 然後她一個故事一個故事 接會很緊 你講 我講 他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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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鋒一個都沒講 他不要我講一個 維鋒一個都沒講 他不要我講一個 為什麼只有一個 因為我覺得 維鋒讓他講耶 我跟你說心酸上面 我算除了BD的心酸 我也是略懂 關於這件小事情 因為我其實在北京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打官司去的 你在台灣 因為他會亂你 你沒辦法工作 所以你就知道我去北京 我去北京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在 我前面先在 被經濟公司冷凍過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沒錢 然後我不敢跟我爸講 他幹嘛冷凍你 因為那個時候 他跟我提的要求 我沒有做到 他說我每天要自己去健身 因為那時候REN很紅 所以我每天要健身 所以他每天會進公司 量我的胸子 你跟REN有什麼關係 如果沒有 你是沒關係對不對 你等一下等一下 他希望你也是肌肉男 肌肉男 可是我那時候 你死不練嗎 沒有 我每天要練 可是他完全什麼都不支助我 就是我要自己想辦法健身房 然後我要兼顧 那時候我才高中生 所以那個時候他冷凍我 然後我就 這是你嗎 對 那個時候是 對 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很帥耶 就要想辦法練 這個時候比較好看耶 不要想辦法練這樣 我就硬練 這300吧 對 這300 300剛開 這是你耶 你這什麼 你好適合你的那個太賤喔 怎麼會有一個 一秀照片 所有人都在罵 是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什麼 這幾歲啊 這什麼時候 這是24歲的時候 24 25歲 就可不可那個時候 可不可 是有沒有的時候 沒有的時候 沒有的時候 好不好 對啊 他人生就只有好不好 這首歌是不是 對 還有另外一首 以前是我偶像耶 好像好帥耶 有多壞耶 我那時候真的 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我沒有錢 反正要健身嘛 我原來要籌那個錢 我去試藥 蛤 是什麼藥嗎 你這是試藥 我還不知道是那個藥 你一床 然後試新藥是不是 對 對 真的 真的 有 人體試藥 人體試藥 就是吃他的藥 他也要放很多種 他也要解過 他也要放很多種 他也要解過 那你試的是什麼藥 我試的是高血壓的藥 還好啊 你原本有高血壓 什麼高血壓還好一些 因為他有放很多種 他還有減肥的 有高血壓 其實我有試過減肥跟高血壓 所以萬一有什麼副作用的話 他也不負責 他會親切結束 對 因為生死狀 所以萬一他死的話 他們也不管 對 因為他們是沒有關係 對 我爸不知道 他可能會崩潰 就是因為 對 然後就是為了要賺錢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去北京的時候 怎麼講 我那時候去 因為在台灣你那時候發完片了 然後辦個演唱會 也滿開心的 自己有點 反正就是我覺得 我不會輸其他人 你去的時候 那時候遇了個導演 然後他就覺得你是個新人 你知道這傻也不是 那時候什麼 我們練啊 什麼那種 你知道大型選秀的選手 那種他就覺得那個是寶 因為那個都很紅 那時候我們在拍一個戲 有一天早上 我們去拍戲前 因為我跟他滿熟 我們就要吃早點 然後 吳豐 你歌手嘛 那是誰 你看 他也唱歌 你會唱歌來 唱兩句來聽 我就好啊好啊 然後我就 又唱可不可 對不對 不可 不可 好對我就這樣 我一唱 好不好 停 你那叫唱歌嗎 你懂唱歌嗎 你隨便唱唱比你好 你唱個屁歌 你唱個歌 他幹嘛突然發飆 突然間罵我 他應該去試藥耶 那個高鞋 他應該去試玩 他應該去試玩 他應該去 他應該去 夢霧對不對 沒有 那種小狀風 因為他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他當時可能 我給他的狀況好笑 你才唱三個字 他在罵你 可是我覺得他好針對他 不是可能 他又叫他唱 他又羞辱蠱 對 他覺得你就是 他就是 他會覺得是在這邊 你就是要受盡這樣子的恐懼 他就是看你不順眼的 對 你才有辦法就是成為原尚 或什麼之類的 對 我覺得會衝著你去試藥 天啊 是不是 沒有太吵了 沒有太吵了 拿身體就換機會 對 你這個很可怕 誰知道 我剛剛坐在一起 你爸爸如果今天 看到這個節目應該會很難 很氣耶 我說實話是因為 今天這個節目要講心酸 我才敢講出來 不然我真的 這個我會放在心裡 試藥 試藥很可怕 我之前也 這個也不算是大錯過 但是就是我荷包大失血 就是因為我之前 有跟一個蠻厲害的品牌 要合作保養品的拍攝 那因為那一陣子 就是我月經來 然後加上我那陣子工作 記得超級超級滿的 所以膚況變得超級差 那那時候呢 我就跟廠商說 因為我當時要辦素顏 我跟廠商說 那我可不可以延後拍攝 那廠商很不開心 因為攝影棚 攝影師全部都喬好了 那那時候我就說 好 那沒關係 那我 因為我就覺得 每拍然後你還給他們簽嗎 對啊 對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嘛 我覺得我沒有把自己弄好 然後那時候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不行 就是我基本上 因為我是吃這項飯的 所以我必須 把皮膚 把皮膚 皮膚 前進 不要緊張 姐 妳不要緊張 妳放緊張 因為從 他剛剛很怕 爐膚 不想說爐膚怎麼了 妳放輕鬆 妳放輕鬆 怎麼在爐膚 因為妳在那邊回來我 把皮膚弄好 然後我有帶一張照片 就是我很早之前 我的皮膚狀況很暗沉 然後加上月經來 然後又要顧小孩的狀態 你看我的肌膚 是整個很暗沉的 我覺得 而且是有過敏嗎 而且有斑耶 對 有斑 然後主要是 就是我覺得 我的臉是暗沉的 然後整個不亮的 在多年前 就是我學到了一個東西 叫做 這個東西我覺得滿重要的 那時候剛好呢 我認識了一個叫 它很厲害 它超厲害 然後我用了好多年 然後我今天 直接帶來給大家 優秀 來了 歡迎優秀 是的 就是這一瓶 三瓶名字就大有來投的 仙女油 妳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因為我本身 現在就是從剛剛一到現在 現在 我是沒有 妳幹嘛突然畫粉底的 沒有畫粉底的 我只是講 妳沒有上妝 妳沒有上妝 從錄影到現在 我沒有上妝 真的耶 好強喔 素顏 對 是素顏的 你光亮 對 我覺得至少是 我覺得是透亮的 而且不太會暗沉的 即便你不相比 然後因為全部都是靠 這一瓶仙女油 我多年的基底 慢慢一層一層打起來的 還很油膩嗎 完全不會 因為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是油 那會不會很油膩 因為油的油很難推 很不舒服 對 完全不會 它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好吸收 吸收超快之外 真的 你也完全不用擔心 它會長粉刺 對 然後我直接看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那個質地 好 你只要吸 然後直接 一滴就可以了 一滴啊 它超危險 整張臉嗎 一滴 然後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我媽媽來囉 導播麻煩你 謝謝 哇 只要這樣子一滴 這樣就可以了 對 真的 這麼厚喔 是的 然後用你的手心的溫度 慢慢地把它給推開 然後你在推開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 它的延展性是非常非常地好 真的耶 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地快 只要一滴 然後呢 接著我要幹什麼呢 我要準備一張衛生紙 準備衛生紙要幹什麼呢 要幹嘛 它吸收很快 要幹嘛 會黏嘛 正常這樣會黏嘛 來看一下喔 一 二 三 完全不黏 完全沒有水 完全沒有水 然後呢 這個是我插了仙女油的左手 然後我來看一下 讓大家看右手 左 右邊 剛剛都不一樣 有沒有 這邊來看一下 妳的那邊比較亮 右邊的朋友 右邊的朋友 馬上就滴了 才一滴而已 才一滴 而且它的香味很高級 有被滴 好脆喔 摸 妳的被滴 妳先看人 她很抱歉 而且她摸起來 是很滑喔 那個滑 而且完全沒有油膩黏膩的感覺 真的 完全沒有油膩黏膩的感覺 然後因為剛剛那個林 她有講到就是 它的味道是很香的 它就是精油的香氣 然後就很像是 你在家裡面也可以做 舒伯的舒伯 舒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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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因為它裡面有加了兩款 這裡面有那種草本的香氣耶 對 有草本的香氣 然後它加了 兩個很厲害的喔 什麼 白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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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跟 那白松露呢 可以延環我們肌膚的老化之外 它還可以幫我們 緊緻肌膚 讓肌膚體亮 對 所以有看到我坐在這邊 就很像是那個 透出仙女光雞 有耶 我剛剛從頭到尾都沒有發現 我已經沒有上妝耶 我已經沒有上妝耶 上妝 妳們上妝 我發誓真的 而且跟我們 是有上妝的在一起耶 對 妳怎麼很體諒 謝謝 然後另外的話 喝喝巴油 謝謝妳 妳嚇一下 妳的臉部有點暗唇 我需要 對 妳需要 然後另外一個喝喝巴油 它其實就是我們 我覺得我們臉部的 有沒有保濕很重要 對 它可以幫我們做到一個保濕跟滋肉 它一下子就吸掉了 一下子就吸收了 不會油油 會黏黏黏 然後像我使用的話 是早晚都可以使用 那特別是晚上使用 你隔天起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摸一下你的皮膚 感覺很像是上了一層水一樣 對 然後你持續使用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肌膚是 有彈性 有光澤 而且是緊實的 有些人啊 他的臉部 可能你覺得好像比較沒有 那麼的滋潤的話 你可以擠兩滴 那如果是滋潤的話 其實就是一滴就夠用全臉了 那我這邊示範 我就擠個兩滴好了 好好聞 一滴到兩滴都OK 然後你的手心 直接 先溫熱它 對 溫熱一下 然後直接先從你的下巴 按 按壓 用按壓啦 這手好像很舒服耶 好穿耶 按壓之後呢 用你的手 來做一個拉提的動作 是美燕老師耶 上拉提 左邊臉部 上了仙女遊 然後右邊這樣子 有啊 有拉提的效果 有拉提的效果 拉提真的有 對 差耶 有有 有比較亮 那邊比較亮 那邊好像我滴兩滴而已 好像是有光亮耶 對 仙女遊啊 就我幫她弄那個 一個slogan叫做 一滴 然後二摩 然後三七收 哦 大家要做一次嗎 是真的 一滴 二摩 三七收 還有手勢耶 對 我就會變成仙女 就變成仙女 而且它是CP值很高 而且它是很多網友口碑 公認非常厲害的游 是真的 這瓶仙女遊呢 就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仙女遊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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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覺得在演藝圈工作 真的滿辛苦 大家可能看到光鮮亮麗的一面 但不見得知道 可能不管是黑暗期 還是努力付出了很多 沒錯 那在今天呢 畢竟微風她是 在鼻涕之前 都是低潮 對 所以我們有送她的發財金 人生唯一的高峰 你的光明之路 來臨了 謝謝 請看 我們真的有足 看你們很棒 好棒 好棒 你們真的有錢耶 還記得七長尾 天啊 真的假的 天啊 人生都不一樣 因為李維蜂你真的不紅太久了 真的 你以前 你以前每次都講不紅太久 不紅太久 沒有 她的歌是什麼 其實說實話 S姐說的是沒有錯 就是 因為但是我 多少錢 真的要直接講嗎 不紅 太像 我們也沒拿到 對啊 你們變滿厲害的 很有誠意 裡面有三張 裡面有三張 三千 但是 只有一張是真鈔 其他兩張 是派翠克的照片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是 誰放這個東西在裡面的 換牌了 你們下次道具 可能能用得行 你以後有故事可以講 你上節目拿紅包拿單數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框起來 然後掛著變佛牌 拿紅包拿單數又怎樣 單數就是 都離開的人常常拿單數 單數不好 不太接 不太接受 所以你懂製作單位的用心 我說實話 我第一次上節目 想打所有來賓 謝謝 對 直接關 希望你不要死 謝謝 謝謝 我不會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恭喜 很可憐 是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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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謝謝 謝謝